Hello,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未来生孩子的技术竟然这么牛 父母不但能挑选孩子的性别 还能决定孩子眼睛、头发、皮肤的颜色 一声动动手,孩子未来就能百病不侵 想活几岁就几岁 每个孩子都能拥有爱因斯坦的超高智商 这样的宝宝哪个父母不想要? 电影开始 在未来社会,为了让人类寿命更长 体格和智商更加接近完美 科学家们发明出了一种新的孕育方式 先是从母亲体内提取出卵子 将其和父亲的精子在体外结合 再从那些受精卵中筛选出两男两女 父母接着根据他们的喜好 选出想要的性别 指定孩子眼睛、头发以及皮肤的颜色 再完成这些后 医生会最终选出一颗最为优质的受精卵 并剔除其基因中的各项缺陷 防止各种可能潜在疾病的发生 这样诞生出来的孩子 不管在各个方面都是最出色的 他们也被称为优等人 一路走来都将获得这个社会的优待 未来也是上层阶级的主要构成群体 可在这种基因加工人大行其道的当下 文森特却是母亲和父亲自然受孕的产物 虽说手脚健全 看起来身体状况良好 可因为不符合优等人的基因标准 一出生就被贴上了列等人的标签 在他刚落地的几秒钟后 医生就检测出了他自然基因中的种种缺陷 并根据科学鉴定得出了他未来可能会患上的各种疾病概率 并断言文森特这医生活不过30岁 所以在他很小的时候 即便只是在草坪上摔倒 母亲都无比紧张 担心他遭遇生命危机 而因为有很多基因缺陷 他还买不了意外保险和人寿保险 医保更不用说了 总而言之 文森特就是被社会保障系统抛弃的孩子 能活多久都要看老天爷的脸色 为了多做一手准备 在文森特两岁的时候 他的父母决定再要一个孩子 并且选择了基因加工的方式 于是文森特就有了一个完美的弟弟 为了表达对这个孩子的喜爱 父亲还给他取了和自己一样的名字 安东 这个优等孩子自然也没辜负他的出生方式 还在8岁的时候 个子就已经比10岁的文森特高出不少 而这只是他众多出色点中最不值一提的一个 总是活在弟弟的阴影下 文森特很早就明白 想要优秀就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 为此他在游泳训练上花费了很大功夫 一有时间便拉着弟弟去海里进行勇气比赛 两人尽可能往远了游 看谁先害怕往岸边折返 可即便拼尽了全力 每次输的依然是文森特 因为弟弟比他强壮太多 这是基因带来的天赋 而他没有 总是在比较中落败 这让文森特渐渐对周围的一切都丧失了兴趣 他甚至越来越讨厌地球 开始遐想起遥远的太空 或许只有逃到那个充满未知的地方 他才能摆脱现实中的所有失落 所以从济世起 文森特便梦想着有朝一日成为宇航员 可母亲却觉得那无异于做白日梦 倒也不是母亲故意瞧不起儿子 而是在宇航局的宇航员选拔中 首先排除的就是文森特这样的劣等人 在看那些写出来的简历之前 他们首先看的是基因 即便这是一种歧视 可在这个社会里 法律根本说不上话 即便文森特想要撒谎门混过关 但一次简单的唾液测试 就能让他露馅儿 应聘无望的文森特回到家 再次提出和弟弟去海边比赛 或许是在宇航局的受挫 激发了他极大的好胜心 这一次文森特赌上了命的往前游 而奇迹就此发生 他不但获胜了 还救了差点溺水的弟弟一命 这次的经历让文森特发现 弟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厉害 而自己也没有所有人说的那么弱 想到这一点 他便撕下了家庭合照中自己的那一脚 带着行李就此离开了家 决定独自踏上追逐梦想的旅程 只不过 面对无可逃避的现实 文森特选择了退而求其次 成为了一名清洁工 因为只有这样 才有机会去到宇航局 每当目睹飞船升空的时刻 文森特才会清楚地意识到 自己的梦想到底有多遥不可及 可即便如此 他仍在日复一日地锻炼身体 坚持不懈地学习各种天文知识 梦想的火焰 时刻灼烧着他的胸膛 让他根本无法安睡 在化为灰烬之前 他决定赌上所有 逆天改命 为此 文森特找到了一名 贩卖优等人基因的黑市中介 因为有需求就有市场 像文森特这样 不认命的人不在少数 他们都需要优等人的基因 好敲开上等人社会的大门 在中介的带领下 文森特来到了一名优等人的家里 对方名叫杰罗姆 以前是一名游泳健将 在各大比赛中 都取得过卓越的成绩 只可惜基因再好 也无法决定命运 因为在国外的一次车祸意外 杰罗姆变成了残疾 后半生只能坐在轮椅上 为了赚钱继续维持 他奢侈的生活 杰罗姆便加入了基因黑市 由于他和文森特 长得又很是相像 两人变成了这次交易的双方 为了让文森特从头到脚 从里到外 无限接近于杰罗姆 中介直接开始了 他大刀阔斧的改造计划 外貌的修饰最简单 要命的是 文森特还冒着后半辈子 可能残疾的风险 接受了断骨增高手术 只是为了拥有 和杰罗姆一样的傲人身高 而杰罗姆要做的事就很简单 准备血液和尿液样本 供文森特藏在身上 作为面试之需 从接受这项交易的那一刻起 文森特就取代了杰罗姆的身份 把纳格列等人的自己 埋藏在了记忆深处 有了优等人基因这张通行证 文森特轻松就过了面试 可接下来 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为了维护自己的新身份 文森特每天回家 都要大力刷洗全身上下 极力避免自己的毛发 或是皮肤碎屑落入工作场合 一旦被人发现 他之前的所有努力都会功亏一篑 杰罗姆也会准备充足的体验样本 还有毛发皮肤之类的身体物质 供文森特来应付定期的身份测试 凭借着卓越的知识和体能储备 在合格进入宇航局之后 文森特一路顺风顺水 并结识了志同道合的女同事艾琳 在爱情萌芽的同时 她的太空梦也近在咫尺之间 可就在这关键时刻 文森特的身份却遭到了暴露危机 一切源自一场意外 文森特的训练主管突然被人杀害在办公室 他去围观时 不小心掉落了一根睫毛 而那恰好被排查现场的警察们发现了 通过法医的鉴定 警察找到了文森特以前当过清洁工的身份 并怀疑他就是杀人凶手 更糟糕的是 调查这起案件的人 正是文森特的弟弟安东 现在的他可是一名相当厉害的警察 这几年他一直好奇哥哥去了哪里 这么久都毫无消息 家里人都怀疑文森特死在了外面 毕竟医生断定过他活不过30岁 没想到再知道哥哥的消息 竟是因为这起人命案 可在宇航局的训练馆里 安东看到了已经拥有了新身份的文森特 因为长相酷似以前的哥哥 安东不禁对他产生了好奇 而此时的文森特却在杰罗姆家里 坠坠不安 他觉得自己这次就要完蛋了 反倒是杰罗姆的话让他镇定了下来 现在所有人眼中的你并不是你 而是我 他们不会怀疑自己人 并让文森特不要自乱阵脚 如果说冒充优等人让人倍感压力 那真正的优等人也并非那么轻松 在杰罗姆的一次酒后土真言中 文森特才知道 他的残疾并非出于车祸意外 而是自杀失败的结果 原来杰罗姆因为拥有优等人的基因 长期以来也承载着身边人极高的期待 既然当了游泳运动员 那就理所当然只能拿金牌 连杰罗姆自己也是这样想的 可是他却在一次比赛中拿了银牌 因为无法接受这样的落差 再加上外界的议论 他便选择了自杀 只要结束这时刻紧绷的悲惨人生 杰罗姆这样的绝对优等人尚且如此 艾琳那样次一级的优等人 更是难以感受到快乐 文森特也是后来才知道 优等人的世界里也是分三六九等的 艾琳虽然已经很优秀了 但因为被医生断定 患有心脏衰竭的概率比其他优等人要高 他就一直不敢放松警惕 只能更加努力 就担心某一天被宇航局淘汰出去 无法飞上太空 当艾琳第一次打开心扉 和文森特提起这件事时 担心他会不会低看自己一等 文森特饱受精 歧视之苦 根本就不在意这些 这让艾琳倍感安慰 对她的好感也进一步加深 这天 两人一起约会时 沿途遇上警察的安全检查 因为优等人不会近视 文森特只能摘掉隐形眼镜 可随后在穿过车来车网的马路时 她的眼前只有一片模糊的光影 艾琳又在对面等着 文森特只好鼓起勇气 忙穿马路 好在一切有惊无限 两人还敢在黎明到来前 看了一场浪漫的日出 可另一边 危机并未就此解除 警方又发现了 文森特喝过水的一次性杯子 怀疑杀人凶手还藏在宇航局 甚至猜到 此人冒充了优等人的身份 进入了这里工作 于是 提出要对所有的员工进行抽血化验 当轮到文森特时 她故意假装被医生扎疼了 趁着对方不注意时 将提前准备好的 杰罗姆血液样本 替换了自己的那一份 成功躲过一劫 可之后 在酒吧和爱琳约会时 他们再次遇上了警方的突击检查 这次文森特毫无准备 只能打倒一个警察后逃脱 可在酒吧的桌子上 安东却意外看到了 文森特已落的怀表 并一眼认了出来 那是格格的东西 当他冲进巷子 大声喊着格格的名字时 文森特就躲在暗处 但始终没有露面 等安东回去 将文森特的新旧照片 反复作对比时 他更加怀疑 格格就是这里的宇航员 他并没有失踪 也没有死 于是便找去了 文森特新身份所住的别墅 也就是杰罗姆的家里 眼看又一轮暴露风险即将来临 这次文森特能否渡过难关呢 好在艾琳及时发现 他感觉文森特最近一直在躲避这个杀人案 以为他是凶手 便提前和他通风报信 想让他做好应对准备 文森特赶紧打电话 联系了家里的杰罗姆 让对方离开轮椅 扮演身为宇航员的自己 所以当安东的车在赶来的路上时 杰罗姆只能拼了命地 拖着无法动弹的双腿 艰难地爬到二楼 坐上椅子 还费力地抬起一只腿 扮成翘二郎腿的样子 然后假装轻松地放安东和艾琳进门 应对的全程滴水不漏 还顺利通过了安东的抽血身份测试 等弟弟离开后 文森特也回来了 艾琳此时却爆发了 他终于知道文森特在躲什么了 自己这么久以来都被蒙在鼓里 生气又伤心地跑了出去 文森特眼看事实已经暴露 他又不愿失去爱人 便赶忙追上去去承认了所有 希望获得他的谅解 但冲击来得太过突然 艾琳还是转身离开了 他需要时间来消化这个转变 而与此同时的宇航局里 警方找到了真正的杀人凶手 对文森特的怀疑也就此解除 可血缘的直觉告诉文森特 弟弟已经怀疑上了他的身份 如果不解决这个麻烦 他依然无法继续自己的宇航梦想 于是在这晚 他找到了安东 企图说服弟弟放过自己 并竭力为自己争辩道 你知道我费了多大力气 才进来这里吗 你成功的唯一方式 就是看我失败吗 同时 文森特还提醒弟弟 自己救过他的事实 那足以证明 自己这个劣等人 并不比优等人差 可弟弟却不肯承认这一点 非说他当时只是败给了自己 并不是输给了哥哥 兄弟俩谁也不愿意低头 于是便决定按照老规矩 再去海边来一次勇气比赛 看看到底谁更强 因为时至夜晚 风高浪又急 等他们越游越远时 弟弟再一次撑不住了 在尚且清醒的时刻 他选择了认输 并惊讶地问起哥哥 到底是为什么能游这么远 文森特只说了一句 因为我从没留过往回游的力气 早在知道这个世界对自己不公之时 每向前走一步 他就切断了所有的退路 这就是一个劣等人 逆天改命的唯一答案 而在说完之后 文森特还又向前游了很远 并返回来 救起了已经耗尽力气的弟弟 再次见到埃琳时 文森特拔了自己的一根头发给他 那个他无数次想要隐瞒的东西 现在却只想诚实地交给恋人 两人的爱情是否要继续 一切由艾琳说了算 结果那根头发后 艾琳故意手一松 说被风吹走了 就像文森特 从知道他基因缺现实的态度那样 在爱情面前 基因根本不值一提 两人就此兵事前嫌 更加坦诚地热恋 所有的危机远离后 文森特也即将真正的第一次飞升太空 在此之前 杰洛姆已经为他准备了满满一冰箱体液样本 完全够文森特用两辈子了 当被问起原因时 杰洛姆表示 自己也要去旅行了 希望自己不在的日子里 文森特需要的那一部分他都在 面对如此用心的礼物 文森特一时都不知道该如何感谢 可杰洛姆却摇摇头认真说道 占便宜的是我 我只借给你我的身体 你借给我的却是梦想 要是没有文森特 他不会知道 人的一生只由自己决定 发射的这天 文森特例行接受了医生的身体检查 直到这时他才知道 对方其实早就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 但却在暗中一直默默帮忙隐瞒了所有 因为医生的儿子也是个劣等人 看到文森特为了梦想 奋力拼搏的样子 医生会觉得 儿子未来也会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任何人 听到这里 文森特忽然意识到 这么久以来 在对抗基因启示这条路上 他其实并不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 有很多人都在无声地支持着他 在飞船点火升空的那一刻 文森特打开了临行前 杰洛姆送给他的那份礼物 那是一缕杰洛姆的头发 原来他并没有出门旅行 而是将自己关进了焚化炉 这一次他并非是承受不了压力而自杀 只是在人世间 这具肉身已经完成了他原本的使命 接下来的时间 他的灵魂将会跟着文森特手中的那缕头发 一起进入浩瀚的太空 在那里开始全新的旅程 就像他挂在胸前的那块银牌 此时此刻不再是失败者的颜色 而是在烈火之中闪耀出冠军的光辉 因为当他能够放下外界的目光 主动决定自己的未来时 便已经站上了最高龄降台 已经进入太空的文森特也终于明白 他并不是在逃离 只是重新踏上了回家的路 那是一条和世界以及自己和解的归途 千钧引发上映于1997年 虽然拍摄时间较早 但故事却显示出了一种超前的预见性 虽说是一部科幻题材电影 但导演却把重点放在了 对人类生命价值的探讨之上 科学是否真的能决定一个人的一生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 其实影片已经通过文森特的底层逆袭 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但在此之上 影片还有更深一层的思考 虽说人类为了追求卓越 发明出所谓的基因 加工新人类 但到头来却反射了本身 当文森特还能高举反抗大骑时 义无反顾地追寻自我时 杰洛姆和艾琳 却只能在优等人的光环下自我强害 完美就像一个无边地狱 吸引着无数优秀之人 不断往更深处坠落 还无法有任何怨言 因为连他们自己都认为 人生本该如此 在充满着达尔文主义的现代社会 这个问题更加凸显 我不够好 我应该做得更好 这样的自我怨恨 从上一代又传递到下一代 可是好的尽头到底在哪里 那样的好 又是否是他们真正想要的 当无数的抑郁症新闻相继爆发时 换来的 却还是社会和身边人的一片疑问之声 它很积极上上 它很优秀 它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 现代社会明明没有战争 但每个人的心里 却住进了一个永恒的敌人 那就是自我 要如何与这个劲敌和平相处 才是人生最大的一个命题 好了 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